我等了很久 心情是放鬆的 因為我辛苦了很久 其實我很感恩 我參加到這次奧運會 因為兩三個星期前 我還在醫院的急診室 哭著跟多多翁說 問他怎麼辦 我去不去 他也很好 他幫了我很多 他跟我說一定沒有問題 一定去到 他給了很大重心 我一開始也想來不到這次奧運 我覺得我很感恩 而且這次我覺得很享受 打每一場 上一屆可能 我覺得始終自己發揮得不夠好 但這次我盡了我所有努力 我覺得我對得住自己 也很感謝我身邊 所有 無論是所有體院的同事 教練、隊友、隊衣 真的幫了我們很多 可能過去一個月 在球場 可能每天都會哭 他受了我很多 可能他 旁邊的人都 每天 我一個月之前 可能連 我摺牙膏都摺不到 梳頭梳不到 到我今天可以完成這個奧運 很感謝所有 後面的 很感謝俊文 他一直在我練習的時候 他很盡力做到自己 沒有怪我受傷 沒有怪我生病 所以很感謝他 一直都堅持 你們很厲害… 俊文,有甚麼想說 也是,好像阿樹這樣說 其實奧運… 來奧運之前 其實那一個月 好像阿樹剛剛說 其實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無論身體或心理方面 都真的承受很多 除了這個月 其實我們這一年 或者這一年半 都真的很辛苦 因為承受很大的壓力 因為可能我們 在奧運職分之前 那個成績真的很差 是真的… 我們兩個很辛苦很辛苦 頂回來 每一個比賽 這樣去… 打回你的信心 那… 可以… 完成到奧運 雖然最後 都拿不到獎牌 但是… 好像阿樹剛剛說 我們真的做完了 我們最大的努力 去練好 去打好每一分 那… 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 滿意了 都算是 其實一對好拍檔 是很難遇到的 可以說是來到最後一屆壓力 在這個奧運舞台上 你們各自有什麼說話 想跟對方說 好… 你先跟阿俊文說吧 很…很感恩 遇到你 就是… 我打完旅槍的時候 我都覺得可能自己 要退役的了 那… 我遇到你呢 我們… 高高低低了這麼多年 就是我… 又受傷這麼多次 就是… 你都沒有放棄我 因為… 其實… 在奧運之前 我們亞運完了 我有問過他 就是…其實我都見到 很多人留言 說不如我退役吧 比進文甲更好 就是… 我自己都… 懷疑自己 都對自己沒有信心 就是… 我也都問過他 不如… 你…找那個… 好的…好些的拍檔 我問他 但是他都… 就是… 堅持… 繼續嫁回我 就是沒有放棄到我 所以… 我很多謝你 再見 那… 那… 我好像阿雪這樣說 其實我們相隔了這麼多年 受傷的人不是我 但我在旁邊看著他 每次受傷都很替他辛苦 因為… 尤其是現在我都…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傷 我會更加明白那個… 顧慮或是有多麻煩 所以… 很感謝他 就是… 無論… 因為… 你作為運動員 由傷了… 要… 康復 或者是你要去打一個很高的水平 其實… 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那… 他還要是… 經歷過幾次 那… 那…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做到 那… 很感謝他… 真是… 每次都沒有放棄 真的很辛苦 去做回復活 那些… 對… 所以就很感謝他 如果… 即… 那時候我… 好… 七年前? 大概… 如果不是 遇到他 可能未必有現在的等謝杯 或者現在的等著物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加油… 加油… 謝謝… 好熱黃戈 謝謝… 謝謝… 加油… 謝謝… 謝謝…